大家好,我是龙飞 今天是6月17号周五 那么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涨停满复盘 还是先看一下今天大盘指数整体的一个走势 那么今天大盘指数呢 是再次走出了一个先异后扬的一个走势 那么找盘的时候为什么会出现低开 那么原因呢 一定和外围的盘面发生了一定的一个关系 那么昨天外围的盘面呢 是再次出现了大幅的一个调整 那么我们的大A呢 今天呢也是属于一个低开的一个走势 那么低开以后呢 早上的BBD大单进额是再次流出了超50 那么已经达到了80多 但是早上的时候呢 依旧没给大家做风险的一个提示 那么原因就是 我们依旧需要时间去观察时限 能否做成下方的一个支撑 以及资金是否会在午后再次出现回流的一个迹象 那么首先呢 还是先看一下今天的BBD大单进额 整体的一个走势呢 是再次出现一个净流出 但是整体流出的幅度呢 同样也不是很大 那么在早盘的时候 接近11点15分的时候呢 BBD大单进额流出达到了84 那么在午后呢 资金再次是出现了一个回流 那么全天的资金呢 只流出了42个亿 那么对于42个亿来说呢 只要在百亿内的资金流出幅度呢 都是非常正常的一个现象啊 那么今天整体的指数呢 也是再次先一后仰以后 那么今天大家明显的能够看到啊 在这里的时日线呢 3271点附近 是再次形成了一个强力的一个支撑 并且今天在跌破五日线 以及时日线以后呢 再次形成一个回拉 拉到了3316点 收盘的一个位置 再次站上了3300点 那么3300点对于整体的指数 以及五日均线 以及时日均线 对于整体的指数 影响呢 也是非常大的 那么五日均线和时日均线呢 表示的是短期的一个趋势 只要五日均线和时日均线没有破 那么整体短期的一个趋势 基本上是没有太大的一个影响 那么下方的一个二时日线 也就是3200点附近 是我们整体中长线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 那么五日均线和时日线 表示的是短线 那么二时日线呢 表示的就是中长线的一个位置 那么首先呢 还是先来看一下 我们昨天的文章 对于打盘今天整体的一个预判 以及我们手上的标的 今天整体的一个表现啊 首先文章当中呢 是写到选择是永远大于努力的啊 为什么这么说呢 如果没有选择到好的标的 那么基本上你努力 不管你是坐地也好 还是你对于他的一个期望值越高 那么基本上呢 都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好的效果 所以在这里呢 选择标的是一方面啊 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么选择赛道 以及我们操作啊 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在任何时候呢 一定要有一个好的选择 然后呢 才会走得一番公顺 周四的市场呢 去关注指数的位置呢 没有太大的一个意义 受了证券板块的一个影响 指数呢 在午后出现重高回落 冲进证券板块的资金呢 也是大幅流出 但是对于其他板块的影响呢 其实并不是很大 那么昨天整体的光大证券呢 也是受到了利空消息的一个影响 导致昨天的指数呢 是出现大幅的一个打压 那么但是对于其他板块来说呢 其实并没有太大的一个影响 因为目前呢 是属于板块轮动的一个节奏 那么大家在每天去复盘的时候呢 也能够看到 近期很多的一个涨停板呢 都是从低位的这种手板 尤其是越接近20岁线 它上攻的可能性呢 也就是越大 所以近期选择到的很多标定呢 都是属于20厘米起来的一个手板 那么我们接着往下看文章 周四呢 也是上车了这个上海背领 加上还在车上的一个合认归业 十拉三号以及普利特 一共是八成的一个仓位 那么为什么是八成的仓位 和大家说了 那么目前整体的一个趋势呢 是属于上攻的一个趋势 那么只要在五字均线的一个上方 以及十二十各条均线的一个上方 整体的仓位呢 就可以加了八成的 所以昨天呢 也是在四字标的当中 选择了这个上海背领 那么周四呢 也是一共是精选到四加标的 那么首先呢 还是先看一下我们这六加 四加标的 今天整体的一个表现 首先呢 还是大家比较熟悉的 这个合认归业啊 那么合认归业呢 以及这个十八上华呢 都是之前上车了以后呢 近期呢 是出现了一个调整的 那么高点呢 是133 那么根据整体涨停战法的一个思路呢 我们首先要观察 看在三天内 能否创下近期的一个新高 那么今天呢 已经是第二天 没有突破近期的一个新高了 那么在下周一 如果不能够突破133 那么这些标的呢 肯定要选择下车的 我们寻找的呢 就是主升浪 如果不是主升浪呢 那么我们肯定不能够继续留在车上啊 这也是整体的一个 涨停战法的一个操作 思路啊 以及所需要执行的一个铁律 那么今天呢 是出现了一个反弹啊 但是最高呢 上冲到七个多点 但是还是依旧没有 突破前期的133的一个进阶新高 所以呢 也是继续留啊 在下周一呢 同样观察一天 那么十大胜华这一支标定呢 目前呢 也是创下了近期的一个新高啊 那么调整了过后呢 是创近期新高 149.6啊 只要能够突破 那么说明主升浪的趋势还依旧在 所以这支标定呢 今天也是没有动 也是继续留在车上的 那么第三支呢 是这个普利特 那么普利特这支标定呢 我们来看一下 也是和18分华整体走势呢 是比较相似的 大家明显的能够看到 近期选择的标定呢 基本上都是中长线的趋势 是比较稳定的 而且是距离20线比较近的位置 突然是出现了一个放量 涨停的一个节奏 那么低位的板块启动呢 是近期市场的一个操作主流 那么像相对高位的一些标定呢 可能市场整体的上攻情绪 就没有那么的强 所以目前市场呢 是属于资金轮动 以及低位布局的一个好时机 所以很多的标定涨停啊 都是沿着20线 逐步的开始去起稳 并且是出现了一个突破 所以近期选择的标定呢 都是下方的一个手板 并且是刚刚突破20线 或者是距离20线 比较近的一个位置 那么近期呢 选择这些标的 也是和市场整体的一个走势啊 是密不可分的 那么今天呢 是第二天啊 这些标的没有突破前期的 14.39的一个新高 那么我们再继续留 同样和时大和这个一样 都是等待一天的一个时间啊 和合成归业呢 都是等待下周一 能突破我们就留啊 不能够突破呢 我们就选择走 那么上海背领呢 是昨天上车以后呢 是涨停了 涨停了以后呢 今天是第一天 没有能够创下近期的一个新高 那么我们同样也是要选择等待啊 那么这只上海背领呢 也是在这个下方 打到20线位置 逐步开始震荡起稳的 那么之前呢 一直都是逐步去上行啊 所以整体的上涨浮动呢 并不是太大 反而是这种标的 市场相对低估值的板块和标的啊 是再次会受到至今的一个追捧 那么我们再接着去看文章 那么周四呢 也是精选到了四家标的啊 其实昨天精选到的标的呢 也很多 那但是呢 根据资金的排名呢 也是只选择到了市值 精选市值 分别是引力传媒 天下秀啊 蓝风 以及这个中间科技 那么同样都是低位 接近20线支撑的手板 市场呢 高低位切换 板块呢 也是不断轮动 虽然指数是出现了冲锅回落 但是对于底部的标的影响不大 安全性依旧很高 那么对于市场大幅流出的资金呢 会重新选择方向 只要指数站上五日线 以及市值线 那么短期的趋势就没有问题 那么中线依旧是以二市值线 为这一波趋势的强制针 那么今天是不是指数 也是再次打到了下方的一个 市值线支撑的一个位置啊 但是呢 是再次形成了一个反攻的一个迹象 今天的最低点呢 是3262点啊 那么我们整体的市值线位置呢 也是正好打在市值线附近 所以市值线依旧和五日线呢 是作为短期的一个 非常强力的一个支撑 只要五日线和市值线不破 那么短期的支撑趋势呢 就没有改变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 这市值标的 今天整体的一个表现啊 那么这市值标的呢 第一支是引力传媒 那么引力传媒呢 早上呢 是高开接近四个点啊 最终呢 是出现了一个打压 其实这一天的一个走势呢 和施拉盛华呢 当天的一个市场调整呢 都是比较相似的 那么刚上车呢 可能就会出现调整 那么在调整的过程当中呢 大家明显的也能够看到啊 昨天呢 是突破了一根阳线 放量突破了四根均线 那么这里呢 就是一阳穿四线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术面信号 那么在找盘的时候呢 在突破60线的时候呢 遇到了一定的一个阻力 那么只要是在20线附近 目前的 不管是哪个板块的 哪一支标地 主要是接近20线 基本上都是主力 近期布局的一个成本区 所以只要出现调整 哪怕出现调整 只要接近20线附近 都不需要太过于的去担心啊 那么这支是20线的一个 一阳穿四线的一个走势 那么虽然今天出现调整呢 但是没有太大的一个问题 那么第二支呢 是天下秀 那么天下秀今天啊 并不是太厚的 因为找盘呢 是直接的这个掌停开盘 那么大家也都知道 对于掌停开盘呢 只要大幅的高开超过5点呢 基本上是不作为上车标地的 所以这支标地呢 今天就不给大家做分析了啊 因为不符合我们上车的一个要求 那么第三支 蓝峰啊 蓝峰这支标地呢 也是沿着20线逐步的攀升 然后起来的 那么这一支整体的一个资金打板的量呢 也是比较高的啊 那么今天呢 也是是给了一个上车机会 同样呢 也是出现了一个小调整啊 但是同样的 只要接近20线 那么后期整体的趋势没有改变的话 后期呢 依旧会有上攻的一个机会 那么最后一支呢 是中间科技 中间科技呢 也是沿着20线啊 开始反弹起来的一个手板 那么这支手板呢 今天也是出现了一个冲高回落的一个走势 盘通最高呢 是冲到了6个多点 那么今天呢 同样也是给了一个上车的一个机会 那么只要是接近20线啊 下方的主体成本附近 整体的趋势没有改变的话 等待只是时间的一个问题啊 上攻呢 也只是时间长短的一个问题 那么我们再接着往下去看文章 那么周四的BBD单元金额呢 是流出了这个200多亿 那么大金融权重流出的资金 也是比较多的 成交量呢 也是出现了明显的缩量 那么在这里啊 只要上攻的趋势没有改变的话呢 下方施日线 依旧是作为短线的一个强制撑啊 在这个图中 也给大家做了一个标记 那么昨天的10线对应的是3248 今天对应的是3270点左右 那么今天的最低点呢 也是达到了3262点啊 所以对于标的来说呢 越接近20线 安全性就会越高 那么只做冲和回落以后呢 调整也是正常的 那么短期的震荡区间呢 依旧是在3260点到3360点之间 那么今天的指数最低点啊 我们再来看一下 今天的最低点呢 达到了3262点 只要是在我们所规划的这个区间以内啊 基本上呢 都是正常的一个走势 那么今天在盘中的时候呢 也给大家做了一波分享 如果说跌破了5次线 那么我们就把8成仓降到6成仓啊 如果说后面整体的一个5次线 能够守住的话 那么我们就继续有8成的一个仓位 那么8成的一个仓位 原因是整体的趋势是没有改变的啊 我们再接着往下去看 那么六位战法呢 昨天整体的评分呢 是给到了一个6分 正正面呢是7分啊 原因呢也是正确板块 受到了市场的一个影响 那么消息面呢 也是由于光大是受到了一个处罚啊 所以导致市场的一个消息面 是水偏空的 人际面呢 也是和成交量 昨天是缩量有明显的一个关系 那么资金面呢 是由于BVD大单进隔 是昨天流出了200多亿 那么技术面呢 是出现了一个冲高回落的一个走势啊 包括我们整体的一个基本面呢 是打了8分 基本面整体的上空趋势是没有改变的 所以评分呢相对来说比较高 那么综合评分呢是6分啊 也就是对应6成的一个仓位 那么正正面的导向呢 一直都没有变 证券板块主要是受到了近期 领头羊光大证券的一个影响 消息面呢 光大被处罚 影响了市场对于证券板块的一个期望 那么人气面降到5的均线下方呢 指数冲高出现调整 尤其是在之前的大金融布局的资金 开始离场观望 重新布局其他的赛道和低估值板块 那么资金面啊 也是BB大量金额流出了超200 近期呢也是十分罕见 主要是大金融白马蓝筹 资金流出较多 那么技术面呢是回踩5的线 短期的上空趋势还没有改变啊 那么基本面呢 同样也是上空趋势不变 依旧是布局低位的赛道和板块 所以近期选择的标定呢 都是逐步接近20的线的一个低位手板 那么只说呢 在跌破5的线以后呢 再考虑降低成本优化组合 如果没有跌破5的线 那么我们就继续保持8成的一个仓位 所以今天呢 依旧是市值标的啊 每次标的两成的一个仓位 一共还是8成的一个仓位 没有改变 那么再来看一下 今天的一个涨停板啊 今天的一个涨停板加速呢 相对来说也还是比较多的 那么一共呢 也有这个70多家啊 接近80家左右的一个涨停板 那么这80多家的一个涨停板 我们会放在周日的文章当中 再给大家做一个精细精选的一个划分 那么明天呢 就是周六了啊 就是我们本周的一个涨停板复盘的一个时间 那么我们会再次把本周所有的一个选择到的一个涨停板呢 做一个总结啊 不断的去优化我们的一个战法 那么今天的一个涨停板战法复盘呢 就和大家说到这里啊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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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